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台 装置MD锐人5-5500U的高性能迷离电脑 韩雷WO4 我们都知道 5000系列APU 其实是对标英特尔11代低压U 比如R5-5500U 就对标i5-1135G7 R27-5700U就对标i7-1165G7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台 盘雷WO4 它也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5500U 另一个是5700U 现在市场上的千元小主机新品 还不断由AMD5000系列上市 说明市场有需求啊 不过几乎看不到 11代的i5和i7的小主机了 如果2024年 让你选择希望的千元出头小主机的CPU 您希望是AMD5000系还是6000系 又或者是英特尔11代还是12代呢 盘雷WO4 装置锐人5-5500U 6核42线程低压移动CPU 类置AMD Radeon Vega核显 双通道DDR4内存 3.0的NVME加SATA 三频显示输出 2.5G和1G双网卡 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特殊的SATA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这块单槽小电源 19V 3.42A 一共65W功率 小主机是塑料机身 非常轻巧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 3.2A口 Type-C接口 耳麦口 后面板 双USB 2.0接口 DP 1.4接口 HDMI接口 2.5G和1G网络接口 49V电源接口 除了顶部 各面都有散热通风口 轻轻取下顶盖 顶盖上可以安装2.5寸SSD 双DDR4内存插槽 最高3200MHz 一条PCIe 3.0的NVME SSD NVME SSD下面是无线网卡 内存自己还可以再加一条 轻松还原顶盖 我能说这是我评测小主机以来 最轻松的开上盖吗 快拆磁吸上盖的设计 正是太方便了 对新手小白友好 给盘雷点一个大大的赞 先进BIOS看看 性能释放设置的是Otomus 根据我辛苦得来的经验 大家如果想要设置更高性能的释放 那么除了在这里选择以外 还得在Smart Shift Control 手动设置Power Limit 缺一不可 否则都不起作用 今天我们指了测试Otomus 稳定性是我们最惯性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埃达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就跑在37W 4分钟后降到25W 等级功耗从48W降到40W CPU频率最后稳定在2.5GHz 并一直保持 我们一直单烤了50分钟 时温28度的情况下 CPU最高温度达到了69.5度 SSD最高温度40度 这算是非常好的散热了 我们用盘雷WO4迷离主机的 RAIN5-5500U CPU来转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3分52秒 共计832秒 对比一下 836秒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比啥1360P、6800H都高 超过了4800H、5700U这些 同在千元入门水准的小主机 算是小宇宙爆发了 CPU-Z多线程3741.2 单线程494.5 多线程少少低于5600U 但是比对标的英特尔11代 1165G7强了1000分 这11代CPU可太拉了 Gagpeng5多核5821 单核1133 多核仍然小数5600U 不过领先1165G710% Gagpeng6多核6272 单核1545 1165G7最上来了 处于同一位置 Cilibench R23多核7073 单核1176 多核低于5600U 但又大大高于1165G7 Pasmark多线程15149 单线程2531 稍低于5600U 从以上的跑分数据来看 韩雷的55500U 性能释放 稍低于5600U 大幅领先竞品 1165G7 最后看娱乐大师 总分690700 CPU得分379718 我们给瑞人555500U 运行OpenW测试 AES457701 XX20 320548 Coremark 271704 在Coremark成绩上 5500U 又行了 超过了5600U 接近了5600H 我们来玩游戏 英雄联盟 1080P中等画质 最后大盆战 平均110帧左右 原神 1080P低画质 跑到了50帧左右 辛雄铁道 1080P低画质 不论跑动还是战斗 都接近60帧 能玩 这就是Radeon Vega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肯定不能和680M 和780M核显相比 GECBENG5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13761 Volkan得分16354 都是780M核显的一半 显示输出 HDMI接口最高能输出 4K30Hz 8位YCBCR信号 USB-C和DP接口 最高能输出 4K144Hz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我们的显示器 DP接口可以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160Hz 10位RGB非压速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5500U Radeon Vega核显的 视频解码能力 它能应解本地 4K60帧VP9视频 YouTuber 4K60帧VP9视频 流畅播放 PCIe 3.0 NVMe硬盘测试 2800Mb PCIe 3.0下的 普通入门成绩 我们还测试了 小主机WiFi网卡 这次是旁鞋8852B1 WiFi6网卡 跑到了740Mbps以上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不错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 测出了微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 没有兼容性问题 盘蕾 WO4 装置了Radeon 5 55500U 35W到2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55W 待机最高功耗才8.9W 按这个结果 65W的小电源能够搞定 室温28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9.8度 SSD待机温度40度 生产灵测试 CPU100%的时候 机身只有46分贝 放到耳边位置只有37分贝 这算是非常安静了 盘蕾WO4 它装置了MD Radeon 5 5500U CPU 出厂35W到25W的性能释放 性能中规中矩 三显示输出 双硬盘 双网口 接口还是丰富的 最大的优点是 无敌的快拆上盖 易用性太强了 小白新手复音 安装更换配件很方便 散热静音也很优秀 缺点 双2.5G肯定要比 2.5G加1G更好 还有HDMI接口不能4K60Hz 我没有想到 总结一下 性能发挥中规中矩 比5600U低一点 比竞频1165G7强太多了 接口兼用性过关 散热静音非常优秀 易用性无敌 5000系应该都可以安装黑苹果 大家可以试试 因为内城和NVMe在涨价 所以1500多的16G 512G的价格 也算是千元的准系统 还是不贵的 千元如门小主机 又多了一个新选择 我建议新手小白 可以购买这个小主机 连螺丝都不用领 就可以更换配件了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